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星红旗再次在脑炉升起 这一刻应该说是具有十分重要和特别的意义 中脑两国其实是有着天然的互补性 应该说在双边务实合作方面拥有着巨大的潜力 我对两国未来的各个领域的合作 应该说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双方还是要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 努力找到两国发展的开展合作的契合点 这样开展更多更好的合作项目 使两国人民更早的从两国关键当中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